阿倫 大家好,阿倫 我還蠻常被人家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日本到底要怎麼樣能夠在日本工作 對,沒錯 其實這個問題蠻多人都有興趣的 我之前也是 在我還沒有接觸到日本工作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想說今天就跟各位大家來 簡單的介紹一下日本 你想要在日本工作的話呢 是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去就職 首先在日本工作主要是 你想要找工作大概有分兩種 大粗略的分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那個 應屆畢業生所找的求職活動 那個新壽次的新竹 不是台灣的那個新竹 還有另外一個是中途採用 在日本主要是大概分成這兩類 新竹就是剛應屆畢業生 然後中途採用就是你曾經工作過 然後你想要轉職的話就是使用這個中途採用 然後日本他們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找工作的方法 然後我就在這邊列舉幾個來 跟各位大家來分享一下好了 然後今天呢 就主要來跟各位大家來分享一下 中途採用大概有分哪些種類 第一種方法是最直接的 就是你直接上公司的網站 比如說你對某一間公司很有興趣 你真的說什麼都想要進那間公司去上班的話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他們的網站 官方網站去看 然後下面會有些E-mail 可以直接寫E-mail去問 去問他們的人事 這個呢是最直接的方法 不過呢這個方法其實因為畢竟不是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並不是說 欸我就是要進這間公司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想說 欸我想要找哪方面 比如說我想要找資訊相關啊 或者我想要找 欸我可以 我英文很好 我想要用 可以用英文上班的地方啊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像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除了 直接找公司的應徵方式之外呢 其實日本他們還有一種方式的叫做 企業合同說明會 日本呢其實他們會定期的舉辦一些 那種大型的企業的合同說明會 然後在那一天呢可能會有一個 比如說像世貿展覽館 然後裡面呢會同時進入很多不同的公司 他們都會派人在那邊住點 然後你就去參加那個展覽 你就準備的印了很多張你自己的履歷 然後你就到現場去 然後就是比如說 欸你喜歡這間公司 你就這間公司好像還不錯 你就可以坐下來 然後聽他們講說 欸到底他們公司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有興趣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履歷書呢 交給他們 然後這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這種方式就我自己個人來講 因為我以前有參加過類似的 這種 那種 找工作的方式啦 我是 不是很喜歡那種環境 因為 其實這樣下來 其實你真的會在裡面待一整天 真的是非常的累 而且也非常的花時間 不過它可以在一天之內呢 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公司的人聊到天 這一點我覺得是它 比較特別而且比較好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種方式呢 就是日本他們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多那種 求人 求人網站 其中呢也有像是 台灣的1010人力銀行那一種 就是你只要登錄 把你的資訊呢 登錄進去 把你的履歷書打好呢 他們就會 幫你媒合一些 你可能適合你的公司 就會寄email給你 欸這間公司你有沒有興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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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這種方式 不過呢大部分的網站 他們的範圍其實有點太廣了 所以說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大家介紹 一個比較專精於某一項區塊的一種求職網站 至於是哪一個媒合的網站呢 它叫做Bijon Consulting的一間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有什麼特別呢 像是有些人他們可能是日文呢 並沒有說太流利 就是你可能只有拿到日文檢定的三級啊 或二級之類的 你沒有一級的證照 可是你又 可是你會說英文 這一間公司呢 Bijon Consulting這間公司呢 就應該是還蠻適合你的 尤其是呢 2020年那個 日本東京要即將要舉辦奧運嘛 然後接下來會需要用到 英文的人才呢 會愈來愈迫切地需要這些人才 所以其實日本他們其實也在 也是大部分的公司也都有蠻著急的 想要再找一些就是 會英文的一些人才齁 然後今天這個影片 其實就是受到他們委託來 跟各位大家來實際的去揭開他們的 公司的一個神秘的面材 去看看他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Bijon Consulting這間公司呢 它主要就是在幫助你 英文OK 然後日本也還可以的人呢 在日本能夠順利地找到工作 而且據說登入他們的系統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不需要那種繁雜的步驟 至於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呢 我們等一下也實際去問問看他們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殺去他們公司 去問問看他們 到底在做什麼吧 走 好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他們這個公司的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一間 Bijon Consulting 然後他們是在日本在做人才仲介的一個 網站的一個公司 如果對在日本工作有興趣的人呢 如果你的日文沒有很好 可是你的英文又很棒的人呢 也許這間公司的介紹的方面呢 也許是還蠻強項的 總之我們先去看看他們裡面的辦公室呢 還有看看他們 跟他們公司裡面的人聊聊看 看看到底是什麼樣子吧 走我們先進去吧 好現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他們平常在上班的地方啦 對然後因為我今天是下班之後才來 所以他們這邊的人 可能也蠻多人跟我一樣都已經下班了 對 好那我們就等一下來聽聽看這邊的人 會對他們這邊的一些系統啊 或者是他們的公司一些有什麼想法吧 走我們去跟他們討論看看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他們這間公司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問一下 這是他們公司的代表 這是英國商店的Gucciさん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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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ずは日本であるITやアートテック企業に 日本語と英語のバイリンガルの人材を紹介しています じゃあ日本語できない方も応募できますか? 例えば英語すごくペラペラ 正直是難しいですね なので日本語、中国語、英語、語格力ある人材を紹介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日本語はN2レベルぐらいあれば大丈夫っていう場合もありますし 海外の方にもし日本で働きたい ビジョン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のシステムを使いたい場合はどんな流れですか? 登録してからまずは一度弊社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て 細か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ケアリングして 一人一人に最適な企業様をご紹介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もし海外にいたらどうしますか? ネットでインタビューとかそれも可能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スカイプインタビューとか電話でインタビューする場合も結構ありますので 全然スカイプでも大丈夫です 確かに直接会って話せるのが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会うとその関係がもっとよりよく作れるので 大体来てもらった方が会社にご紹介しやすいんですね ビジョン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のシステムを登録 もし登録したい場合がその登録の手順とか難しいですか? 難しくはないです 大体5分ぐらい時間かか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ちなみに日本の仕事の文化について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んですが 日本の会社で結構残業がありますか? 会社によりますね 日本の会社でもちろん残業する会社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ビジョンで紹介する会社は結構外資が多いので 結構外資系はどっちかというと残業は少ないんですね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 給料当てたいどのくらいがありますか? 高いです かなり高いと思いますね いやー転職したい 絶対に ビジョン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の残業はどうですか? ほぼほぼないです もし残業するんだったら 10分20分ぐらいだと思いますね もし今日はこのインタビューのためにちょっと残業しましたか? ちょっとだけ はい 大丈夫です はい はい 好我們現在已經訪問完他了 然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説 你可以透過他們的網站 其實他們有点算是那種人才仲介的一個公司 就是你可以透過他們的系統 然後他們會幫你仲介 然後你可以去找到你 適合你 就他会先透過一層關係 先幫你去篩選適合你的公司 然後就會省掉你去自己在那邊瞎找的那種狀況 像我以前就是那種 真的就是那種瞎找的情況 那真的是還蠻花費心理的 所以像是有他們這種公司 其實說真的 真的是對於在找工作非常的方便 好 那今天這個簡單的訪問就到這邊了 然後等一下再回去實際的去登入 看看他們的系統是不是真的 像他所說的只要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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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最後我們再問問看他們 對於就是海外的大家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講的呢 我們有興趣的所以請你期待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我實際的去他們那個Bijon Consulting 他們實際的去訪問 然後跟他們聽他們實際的講的一個結果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是覺得 其實說真的在日本生活呢 其實能夠在這邊工作呢 其實不容易 尤其是在找工作的這個過程 真的真的非常的痛 所以不借助他們那種求人網站 或者是那種某核網站的幫忙 其實說真的還不是那麼容易的找 不過當然也是有人可以直接去找到 一些工作 可是就我的經驗呢 我其實我也是登錄一些像這種求職的網站 然後才去順利的找到現在的工作 然後Bijon Consulting的這間公司 我目前這樣看起來感覺是還不錯 感覺是不錯的 可是因為我的英文能力實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真的 實在是沒有辦法 請他們幫我找什麼樣的工作 不過呢 如果大家的英文呢 對自己的英文能力呢 有自信的人呢 然後日文會一點點的朋友們呢 就歡迎實際的去登錄他們Bijon Consulting 有這間公司的網站 然後看看能不能 讓他們來幫助你在日本找到工作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今天這種 我在日本的一些感想 就是在日本找工作 要怎麼樣找的一個 實際的心得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生活的第一手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 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我在日本的日常生活 還有呢 旁邊呢 這兩邊 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快來一起跟我在日本工作吧